记录点滴生活,广交天下朋友 大家好,我是在广州开服装厂的湖北草根小城 现在已经是凌晨12点多了 明天就是清明节了 工厂明天的话是休息一天 但只限于车间 现在还有一个大姐在这里做事 明天白天的话 我们的尾部还得加油包装 明天出货大概有3000多件要出货 我们工厂的话 现在规模的话有30多台机器 平车打边砍车总共有30多台 特别今年打边机 我又买了差不多四五台 但是今年打边的人是特别难得招 平姐这两天她也跟家里的人有联系 她的表姐现在湖北松支老家那里 在老家的话她去年是在杭州那边上班 虽然一个月也能搞一万两万块钱 但是却发现存不了多少钱 她现在在家里做的话 每个月能够做到一万块钱 但是她没有很多的开支 存收入能存到8000块钱 但是那两个人在外面 我不一定存那么多钱 过年回去没多少钱 因为在外面的开支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说实话 现在我们在这边每天赚的钱 其实我们都不敢算 只有年底回到家了 那时候赚到钱才算 对不对 今年以来呀 这个情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就是我发现在老家的工人 越来越多 一个工厂十几二十个是很正常的 有的人打到五六十个 照工反而很简单 但是相比广州来说 照工留人 包括整个的一个运作 每天 就像我老婆说的 就像甄嬛转一样的 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烦心事 从我们每次从家里来 第一天开始 我们从来没想过要休息一天 也没有办法休息一天 一直到回家过年的前几天 最后一刻可能还在忙 而且不一定还赚到钱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想 我们正做到底何时 何年何月才是个头啊 那大家觉得 如果给你两万块钱在广州 一万块钱在家里的话 你会选择在哪里上班 在哪里工作 在哪里创业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我是草贵小陈 记录铁铁生活 网交天下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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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步 信箱